香港电影《龙虎门》演活了香港漫画教父黄玉郎先生的经典画作《小流氓》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岁月里 黄玉郎的武打漫画或俗称的打架书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配合黄玉郎甲子情缘60周年纪念展 十多岁就开始创作漫画的黄玉郎来到马来西亚站与粉丝见面 并接受东方日报的专访 最喜欢其实都是英雄的,其实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每个人都有一伙英雄心,一强不强烈的 有时我会胡思乱想,看新闻有什么事,我去帮忙 第一,你要碰巧这个机会,第二,你会不会出手 看到路见不平的东西,不危险之下就会出手 开会的时候,即是说13岁的时候 是为兴趣为生人而工作的 他说,这个鬼故可以啊,就说鬼故吧 什么题材我也有画过 除了色情,直到自己出这个小蓝文 小蓝文是有一个愿望的 1969年的时候,其实是被日本版本的版本把摘了 起码把成以上 我希望这本书,这个题材可以有突破 到一出版了 一出版,咦?真的可以卖这个题材了 在打斗动作方面,就更加努力去做多一点 射一笼,有人跳吞 像你 是的,真的跳吞 我不是很喜欢旋规道举的 是一个人比较任性野性的 少看人生 我觉得自己也挺传奇的 就是一个漫画行业的公司 可以上市很喜欢的海边别墅 也住过 就是很多人生上 很高点的位置 我都经历过 那么最低点呢 也是试过,也好贵也好 什么都试过 只是挺好的东西,吃的东西也吃过 好吃的东西也吃过 哈哈 那么我人生经历这么丰富 当然很多 有早知道就没有乞丐 记住这个东西 最黑暗? 90年了 因为股灾累了我 轻家荡产 还要坐牢 最黑暗 现在反而很紧张的健康 一见到很多朋友 就走了 说到最后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